今年10月1号 全国驾考有新规 以前我们会穿过大半个中国回老家考驾照 容易啊 是吧 今后不用了 都难 一些项目增加了时间限制 直接判定不合格的操作也变多了 培训的时长还加长了 要62个学识才能够约考C1的驾驶本 当然最开心的是驾校啊 越演越好 是不是 最好C照能学会飘移 AB照你能飞越虎口大步路 最棒啊 几十年之后 驾校的规模估计得从幼儿园一直开到博士后 你要是驾考能过 也一定能考上牛津剑桥和哈佛的 考试虽然严格了 但是咱们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考试 但是高考都能够考出高分低能 驾考不会吗 再严的驾考和真实上路还是有区别的 真实的路况复杂而多变 有很多问题 比如开车遇到老太太过马路 要是扶怎么办 老太太是专业碰瓷的怎么办 碰瓷老太太是你未来丈母娘怎么办 你丈母娘跟你妈同时碰瓷 你就哪一个